我演一个 一到十就是 玩 拖 sleep 男好乱 不太下雨了 行吗 众所周知杨子还是魔术行业的明灯 上一秒魔术师还信心满满让他配合 下一秒纸牌散落悬着的心终于死了 把他卡住就好了 好的 别动哦 小心 此时此刻魔术师的沉默震耳欲聋 而这已经不是姊妹第一次当众拆台了 一魔术师称自己有催眠技能 中招的人无法翻起眼前的木箱 率先上场的宋亚轩成功示范了一遍 我数一二三 学着王岐台 一二三 真的假的 满脸写着不可思议的杨子跃跃欲试 此刻魔术师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把这只手放在你的箱子那一侧 这只手过来 我数一二三 什么都不要想 王岐台就可以好吧 一二三 箱子搬起来的一瞬间 不光姊妹傻眼了魔术师也傻眼了 这确定真的不是来砸场子的吗 获货完魔术师后 杨子又开始砸主持人的范围 U.E.S.E.是什么 你是一 我不是 姊妹描懂好笑程度100% 主持人高呼我不是好笑程度100% 果然有小猴子在的地方总是欢乐不断 看样子这恶狠狠的小表情 一生要强的中国女人实锤了 杨子我只是喜欢梳头但并不代表我涂 并且每一次姊妹名场面的诞生 都有一位捕刀的王俊凯为其保驾护航 曾经让杨子引以为傲的的书头姐弟就地解散 王俊凯的神捕刀或许会迟到但从不会缺席 以此杨子简单做了个略微浮夸的动作 身旁的好弟弟便迫不及待为姐姐两肋插刀 杨子那些年共用一个书子的情义 终究是错误了 一次综艺中杨子被问起特长识 非常自信且有范地给大家表演了一段小邋遢 身后的张一山完全压不住上杨的嘴角 你的特长是啥 什么 小邋遢 这样子拉 拉倒就是他 我就是喜欢他 杨子开庭的时候带着你那嘎嘎乐的大牙 果然只有观众想不到的没有姊妹做不到的 明明是不小心摔倒的小猴子 却在被刘涛问起情况时 直言自己在路上跳了一段地板动作 谁不想拥有一位搞笑又有梗的姊妹 甚至在拍摄片场 小猴子也控制不住体内的洪荒之力 亲爱的热爱的和李线在片场玩起了无时无划权 两个人你来我网玩的不亦乐乎 不知两人在国色芳华又会发生怎样的趣事 如此可爱又搞笑的杨子难怪受到众多人的喜爱 期待与姊妹下一部影视剧的见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